近日凌晨近一点 楚景归来的浙江延仓派出所民警陆找元发现 派出所门口台阶下坐着一名男子身边停着一辆自行车 他的身影在夜色中显得特别孤独 陆找元上前询问这名男子 大半夜怎么在这里 男子说自己太累了 骑车骑不动了 陆找元招呼他进所里坐坐 暖暖身子 可是男子拒绝了 见男子情绪低落 陆找元和他并排坐下 说你就把我当成你的朋友 我们聊聊天 这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 也为男子送上了热水和面包 男子一时生泪俱下 诉说起了他的故事 原来男子姓刘 今年48岁 早些年亏了很多钱 又离了婚 只有儿子和他相依为命 这几年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最近一名借给他钱的朋友 家里突发急事 需要用钱 他只能把自己用来赚钱的汽车抵押 把钱还给了朋友 为了尽快把车子赎回来 他想找其他亲戚借钱周转 可是人也没找到 钱也没借成 之所以坐在派出所门口 是因为在深夜里 这里还留着一盏灯 门口的灯 让他觉得很温暖 听完男子的故事 民警提出 我可以借一点钱给你 不着急还 还安慰这名男子 家里儿子需要你的照顾 路总是会有的 面对路找员的好意 男子连连推辞 说你的钱我不能要 我不能欠你们的钱 见到这名男子怎么都不肯收钱 路找员说 生活再怎么不如意 你还有个儿子 我们不希望你遇到困难 想不开 我们也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都在给男子打气 渐渐的在大家的安慰下 男子平复了心情 就这样 男子在民警的劝说下 坐上了派出所的车 在凌晨两点多回到了家 寒冷的深夜里 民警用心中的爱照亮了别人 也温暖了自己 人的一生浮浮沉沉 只要还没有走到终点 谁也不知道前方的路是喜是悲 即便生活一地鸡毛 只要你愿意都能捡起他们 做成鸡毛胆子 浮掉身上的尘土 要我们每个人都能熬过最阴郁的时光 也愿人间多些善意 在人人自渡的路上 能够抱团取暖 彼此照亮